打开微信,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说起豪华SUV品牌呀 除了我们常说的BBA外 绝对绕不开一个英国厂商 那就是专门生产SUV的Land Rover,路虎 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能开路虎 就问哪个男人不喜欢大蓝胜呢 那气场,那内饰,那瘦,瘦 算了,像咱们这种刚奋斗没几年的小年轻们 还是看看就得了 不过好在在路虎家族里 还有一个比较亲民的选择 它就是品牌最入门的车型 新款发现神型 与大哥们一样 新款发现神型一改之前虎头八脑的外观 认认真真地打扮了一番 眼睛更有深,下巴也更饱满 看上去确实精致了不少 车尾原本的浓眉大眼睛 在新车上变得更加方正立体 换用新的下包围后 排气也改成了隐藏式布局 要说新车最大的升级 还要数它的内饰 万中期待的最新家族内饰 终于来到了发现神型上 全新方向盘 见面丰富的全液晶仪表 11英寸中控屏幕 触摸式空调控制面板通通都有 相比老款车型的内饰 简直像是两个时代的产物 不过 仪式感满满的旋钮式换的 被真皮包裹的小鸡腿替代了 握感虽然提升 但握手里没了 有舍才有得嘛 新车还配有基于透明机舱衍生的 ClearSight地面试图技术 让你可以了解前机盖下方的所有动态 车身尺寸没咋变 不到4米6的身段 塞下了7张座椅 有着24种座椅组合 23排座椅放到后 后备箱容积接近1800升 挑一个晴空万里的周末 带齐行囊 放肆去云 第三排的话 做两个小孩没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1米89的大哥 还是安心的去抢副驾驶位吧 新款神行将在全球市场提供 48V轻混、插混、燃油等多种动力 率先进入国内市场的 将是2.0T4缸发动机和1.5T3缸发动机车型 分别有着249马力和200马力的输出功率 传动有望匹配9AT变速箱 看来路虎这个豪华SUV品牌 也还是躲不过三缸机的魔咒 总的来说 周一到周五 上班通勤开路 外观亮丽引住墓 内饰科技用料足 上得厅堂吃得苦 车型不贵显得富 路虎钥匙握在手 亲朋好友都羡慕 周末双秋宅在家 不如去外开路虎 真皮座椅手感好 后排放到空间足 地形反馈遍地走 万米河流不倒路 发现路虎真的好 新款神行还真酷 一周七天有它在 能开路虎 真幸福 喜欢记得分享哦